同學我們再度回來了 各位在8月29號台灣有一個公投 其中有一個公投項目叫做重啟核四 也就是我們有些人提議說 我們已經封存了核四 我們要重新啟用 那為什麼會提這個案子呢 事實上我們現在能源 已經有一點不足了 所謂能源不足就是電力的裝飾已經不足了 因此今年5月一個禮拜就發生兩次的缺電 那事實上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常常天氣熱的時候就要看我們備載容量來多少 那以5月天氣很熱的日子呢 我們的備載容量都低於10% 也就是說如果有一兩部機器跳機的話呢 我們可能就又會限電 所以有人提說要把核四重新啟動 那啟動有什麼好處 啟動核四之後就可以發非常多的電 那因此我們要 跟各位介紹一下 啟動核四之後 會發多少電 好那怎麼計算呢 我們來看題目 核四廠的產出 核四廠一部機組 發電功率是135萬千瓦 那請問 一天可以產出多少度的電力 那每年稅休30天 其餘天數都是滿載發電 那每年可以發幾度的電 那如果是兩部機組一起發的話呢 那又可以發幾部電 這個是我們核四廠 這個當初設計的 設計好了也蓋好了 但是呢 就沒有啟用 所以呢 這些數字呢 我們計算 但實際 實際上發出多少呢 就是要啟用之後才知道 好那計算的方式 一個 這個 計算的方式 好可以這樣算 第一個 135万千瓦 那一天是24小时 所以这两个箱层就可以算出 一天产生的度数 会得到 135乘上24 得到三千两百四十万 一天可以得出三千两百四十万度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面扣掉三十天在税修 所以有三百三十五天在发电 所以这两个箱层就可以得出 一年可以发出多少电 那你就用 三三五乘上 三二四零 会得到 一零八 五四零零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万 所以是一百零八 一 五千四百万度 所以约等于 一百零八亿度 一部机器可以发一百零八亿度 两部机器呢 乘以二 就会得到两百一十六亿度 那台湾一天用多少度 以目前五月来讲 我们的 这个用电的功率呢 是 大约是三千七百万千瓦 那晚上会离风 大概会比它少 所以晚上大概是三千万千瓦 那平均下哪 比如说是三二 三千两百万千瓦 那一天是二十四小时 乘出来会是三二零零乘二十四 乘三二十四 得出七亿六千八百 六千八百万 所以呢 大概是七点六亿度 所以一天 台湾一天大概是七点五亿度 那所以呢 核能店长两个厂 这样子再发 可以用几天呢 两百一十六 除以七点五 大概可以用二十八天 二十八天 所以二十八天在三百六十已经快要一个月了 所以可以占我们的十二分之一 差不多八percent 所以核市场就可以提供约八percent的电力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 好 这是刚才第一个计算 那如果这个 两百一十六亿度 要用其他的方法来 取代 如果用太阳人 要多少土地 我们也没有这么多土地 好 那要计算这个 我们用的模组呢 是三百瓦 那一片是1.6平方米 那这个三百瓦一年可以发多少度的电 所以我们之前有算过 台湾大概可以以 台湾大概可以以这个 一千个小时为例 所以呢 就是0.3千瓦 一年呢 可以发一千个小时 大概可以发三百度 所以一片可以发三百度 那如果是两百六十亿度呢 要几片呢 就变成二一六亿 亿是八个厘米 那除以三百 这个除下来是 大概是七十 这个是七十二 然后后面有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零 所以是七千两百万片 七千两百万片 七千两百 七千 七千两百万片 那每一片呢 那每一片呢 是1.6 所以七千两百万片 再乘上1.6 会需要 7200乘上1.6 会需要 11520 平方公尺 那我们把它换成 平方公里的话呢 1平方公里 等于 1000公尺乘1000公尺 所以呢 是 一百万平方公尺 这两个相除呢 万跟万可以消掉 然后呢 100 就是 所以要115.2 平方公里 115平方公里 115平方公里 那115平方公里 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这个 台湾行政区的大小 因为我们台湾整个 整个面积呢 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所以我们如果找 这个 台北市面积 台北市面积 台北市面积是271 那我们刚才说要 115 所以 这个 要装的话 几乎是整个台北市 要全部都装 才够 那当然 这个台北市的土地 非常的昂贵 这个 装这个一定不行的 那 所以我们事实上 也得找其他 所以这是第一个 这个练习题 那第二个练习题是说 如果要用风力 那 海上风力发电机 那要装几台 海上风力发电机 比如说我们现在 最大规模的是 5MW 这个达度相当于5000W 那一般来说呢 用5000W 一天24小时 一年365天 然后容量因素呢 是0.4 那一天24小时 那一般来说呢 这样子呢 可以计算出一部机器 一年可以发几度电 那这样乘出来的结果 会是 24乘以365等于8760 这是一年的小时数 那再乘上0.4呢 是一年可以发电的时间 会得到3500小时 那3500小时 乘上5000W 5000 千瓦 那这个千瓦乘小时 就会是度 那这乘出来呢 就会是 一部发电机发的度数 3500乘上5000 得出1750万 1750万度 所以呢 这种大型的风力发电机 一天就可以发出 1750万度的电 那我们刚才说 要216亿 所以这样呢 这位是2160 2160万 1234万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两个相处 就会得到答案 所以216000 除以175 我们需要装 一天234支 所以呢 只要有 1234支 5MW的风力发电机 就可以取代核市场 那 这样有没有办法达成呢 事实上是有办法达成的 所以呢 我们目前在整个台湾海峡 这个区域 设立的这个发电机 这个面积非常的大 所以呢 要装一千多支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呢 靠风力要来取代核呢 这是可行的 但是区别是说 这个风力发电机 大部分发的风力是在冬天 那我们用电的高峰是在夏天 所以呢 这发出来的度数 并不见得夏天用得到 事实上夏天有可能是零 所以呢 这些夏天不够的 还需要找其他的方式来弥补 还需要找其他的方式来弥补 这个是 风力发电 好 希望 介绍这个时候各位 对它有更清楚的了解 好 最后我们跟各位介绍和融合 和融合是 就是太阳上进行的反应 那 我们 在太阳是 只靠氢就可以融合 好 但是 在地球上要靠氢融合 我们做不到 因为我们这边的压力 不够大 太阳因为质量非常的大 所以可以产生足够的压力 让它持续反应 但是 地球上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所以就要想别的方式 找那种比较容易融合的物种 来融合 那我们找到的就是 青的同位素 这个分别叫做 有两个 叫做刀 刀合 跟穿合 为什么叫刀呢 两 刀的另外一个写法就是良品 所以这是刀合跟穿合 它们两个如果 把它合起来之后 它会融合 融合之后会放出一个中子 然后变成一个氦合 然后变成一个氦合 所以刀合跟穿合 它可以融合变成氦合 当中会释放一个中子 除了释放这样之外 它们还会释放出两个相加 等于17.6百万电子伏特的能量 那1电子伏特等于1.6乘以10的-13四方焦二 这个就是合融合 这个就是合融合反应 这个就是合融合反应 那如果两公斤的刀跟三公斤的穿进行合融合 会产生多少能量呢 这边有提供一个1more 是6.02乘以10的23四方原子 那为什么用两公斤呢 这个就是两公克就是1more 那两公斤就是1000more 那三公斤 三公克的穿也是1more 三公克是1more 三公斤是1000more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要1000more 产生合融合 那会产生多少的 多少的这个能量 那我们刚才说 一个原子 会产生这个 一个原子会产生 一个原子会产生 17.6电子幅测 那一个电子幅测 一个百万电子幅测 又等于1.6乘以10的-13 所以这两个相乘下来 会得到交耳 这个交耳数分别是 17.6乘上 1.6乘以10的-13次方交耳 那这个是一个原子 那一more呢 是6乘以10的-23次原子 所以这两个相乘呢 所以这两个相乘呢 就是1more 但是呢 两公斤呢 是 是1000个more 所以呢 还要再乘上1000more 这样乘出来的结果 这样乘出来的结果 会是多少呢 会是2.8乘上6 等于16.8乘以10的-13次方交耳 这个是-13 好 -13 然后这是10 然后再3 所以 16.8乘以10的-13次方交耳 那我们刚才说 那个原子弹 那个原子弹 那个是 1公斤 的原子弹 它损失了1公克 所以是1乘以10的-3 这是质量 光速是3乘以10的-8次方 所以变成9乘以10的-16 再乘上这个 所以是9乘以10的-13 那这个是16.8 这个是9 所以呢 2公斤 对不起 对不起 28.1乘上6是168 所以2公斤的 是168乘以10的-13 那1公斤的U235呢 是9乘以10的-13 所以这个呢 比它大 差不多是 17倍 所以 氢弹的威力 相同的重量 加起来 威力是它的 17倍 只是 我们并没有办法 直接用 氢弹就产生爆炸 事实上 氢弹的引爆 通常需要利用 原子弹 刚才这个数字 各位可能没看到 好 这个有点复杂 我们考试也不会考这么难 各位知道就好了 好 最后 就是说 2公斤跟3公斤的刀 进行而融合 可会产生多少营养 刚才我们算出来 4 1 6 8 然后乘上 10的 13次方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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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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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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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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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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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 11 這樣才能夠產生這個核融合 那太陽的核融合又是怎麼樣呢? 太陽的核融合就是兩個子子兩個宗子 然後靠著太陽的萬有引力就產生這個核融合 那四個氫的核子 會合成一個氦的原子核放出26.72百萬電子伏特的能量 相當於4乘以10的-12次方焦耳的能量 是化學反應的67萬倍 那太陽就是因為利用這樣子的反應 所以它可以源源不絕地一直輸送出能量 事實上太陽的進行這樣的核融合反應已經發生了40億年了 我們地球也存在40億年了 一直接受太陽這樣子的能量 那事實上這個反應還可以持續下去 應該還會再持續40億年 最後 假如能夠在地球上進行可控制的核融合 人類就會有用不完的能源 這是我們未來的願景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此結束 我為您訧 scrape了 我現在心許 check vocês